好了 繼續來看 李宛宇 今天要請行政議長 丹建仁到國會 針對進口技能進行全案報告 丹建仁跟農業部的台地部長丹尊貴 第一次針對進口人的混混要求 向民眾來投資 造成了社會的紛擾 我願意在這裡 像社會大眾 還有所有的這一個人民 表達我的歉意 行政丹建仁第一次 為進口人的政議公開會 是說第一次的專案進口有所信 在這一段過程當中 我們這個政策已經達到的這個目標 顯示這一個專案進口的政策是必要的 維持秩序 維持秩序 不過在那裡不怕什麼放在那邊 丹建仁就代全案報告進行一任立委 要求丹建仁跟農業 中民有夠紛亂 不盡完善之處及引起社會紛擾 我在這裡也要向國人表示歉意 我代表農業部 也向所有的大眾做致歉 農業部台立部長丹尊貴 也代表農業部向台中會系列 說這個營養三地票是錯誤主要的原因 嚴國民眾黨中團進行 才說農業部 徹募書宣定中經委說 政策量失控 而且會有大量的過期 是因為這個營養保存不妥當農業部 針對這點說不少的事情 定情轉案進行的機能 是所有業者都可以主行進行 所以說等到機能通關 才知道有多少機能進行 這次頭一次辦理轉案進行 經驗比較不夠 以及業者進行的組織 進行不夠精準 這才是主要的原因 領養的技術沒問題 進行能的成績這樣燒不下 相關的道理也都要面對社會檢驗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